Hello 大家好 我是E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下这个经历 就是你去到酒吧要了一杯古典 结果人家调酒师来了一句 请问你有什么偏好的威士忌吗 被他这么一问我就 我怎么知道什么威士忌调古典是最好喝的呢 有这个经历的在上方扣音 所以打那个时候起 我就特别想知道 究竟哪一个国家什么样风格的威士忌最适合拿来调古典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就特地挑选了四款不同风格的威士忌 跟大家一起来调四款古典 看看究竟哪款威士忌调古典最香 开始 大家好 我是Evy 欢迎来到Evy的微醺酒馆 花到七分 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者 那首先什么是古典的all fashion呢 它大概是起源于1880年 古典它这一个鸡尾酒指的是三种元素啊 糖 苦心 烈酒 那后来大家发现威士忌作为激酒 在古典里面是最受欢迎了 所以呢这个配方是广为流传 那大家觉得美国波本威士忌最具代表性的是什么呢 在上方打出来 那我今天选择的美国波本威士忌 就是人见人爱的每个威士忌 波本威士忌跟黑麦威士忌会有什么区别呢 那其实呢区别在于原料 波本威士忌呢至少51%要是用玉米 那么黑麦威士忌就很好理解了 至少51%要用到黑麦 而黑麦威士忌呢我选择了威力特的黑麦威士忌 这一家呢在美国也是历史悠久 而且他们家特别喜欢做这种小产量的 很高酒精度的威士忌 这款威士忌的酒精度呢是53.8度我的天 接下来苏格兰威士忌大家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威士忌是什么 我作为一个重口味的酒鬼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一款阿贝十年 平时我们都是拿来纯饮 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来调古典 所以我今天就是因为好奇我要试一下 我相信很多酒鬼听说过泥梅威士忌这回事 我想建议大家如果你对泥梅威威士忌很好奇的话 去入手一瓶阿贝十年 直接一步到位告诉你什么叫做泥梅威的威士忌 最后日本威士忌代表是什么打在上方 我选择了大家都非常非常喜爱的 Hibiki香 而且这个呢是和风唇韵五年份的 香这款威士忌呢是结合了来自白州山崎 还有枝多这三家蒸柳所的威士忌 究竟哪一款是最适合调古典呢 大家可以在上方猜一下 扣1234看看之后谁猜对 那今天呢我要一起来调这四杯鸡尾酒 我用的是这种棕色的方糖 我比较喜欢因为味道没有那么甜 每个呢我会给大家第三瓶 很多人会说做古典的时候 这个糖呢就是怎么样也融化的不好 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小trick 这个呢也是我从一个调酒师那里偷师来 他说他每一次融糖的时候都会加一点点气泡水 气泡水它的作用呢其实呢不只是降低了这个酒精度 而且呢它这个气泡会让威士忌里面的味道更加的散发出来 分别呢往里面加入30毫升的威士忌 我先声明我这个凉被是洗过的啊 泥梅阿贝 最后呢往里面加入冰块 OK 现在呢离一款完美的古典就差什么 就差garnish 我会同时用到了不仅是橙子还有柠檬 相信我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 加上这两种皮 就是让这一个古典上了一个橙子 味道非常棒 最后呢再加上柠檬皮 就是这这两种真的不能收 我这辈子没调酒调这么快过来 我们来试一下一个非常好喝的古典 首先我们来试一下美隔 我觉得这个搭配应该是在酒吧最常见的 就是这美隔威士忌它就是很香甜 就玉米的香甜香草 那我们来试下这个53.8度的黑麦威士忌 调出来的古典是什么样的味道 浓郁不只是像樱桃 樱桃拍当的浓郁同时还有巧克力 这个水跟冰糖跟苦精很好的带出了这个的味道 而且没有单喝食那么的刺激 这个黑麦真的是有惊喜 那下面呢就是我们的阿贝十年 我好害怕 艾迪叹气 生活不易 来吧 我说你真的为什么没有人用阿贝来调古典 走开 那最后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日本威士忌 因为我总觉得日本威士忌很贵 你就觉得拿来调酒就已经浪费了 你还是能尝到果香跟花香 但是它的风味比用美格来得多 就是风味的层次啊 那么今天的结果不知道大家猜对了没有 我最最不推荐的就是阿贝十年 我还是给你们做一期阿贝科普还有唇印测评好了 那第三名呢我觉得是这个美格 我觉得这个美格就是味道有点太淡了 你完完全全喝不出来就是只有甜 那第二名呢其实是这个提笔笔 我很喜欢它那个后面的花香的味道 虽然呢味道有点被稀释了 但是它的层次还是很好 那黑麦威士忌呢 它本身口味就是一个比较重的威士忌 而且呢它是重那种辣 而且又重果香还有巧克力 各种各样的香料的味道 很适合去调古典 就是能很好的跟苦精水还有糖融合在一起 但是你同时又能尝到黑麦里面 很多它应该有的味道 黑麦 推荐给大家 今天日式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别忘了 赞点赞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